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2016到2017赛季的全国女排联赛 第二阶段的比赛 今天这场球呢 我们给大家掌握的是北京赛主场对阵八一兄弟队的比赛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我们随着比赛的进程 然后来看一下双方首发人员的名单 今天身穿黑色上衣的是北京汽车女排 红色上衣黑色短裤的是八一深圳女排 从这个画面上来看 八一今天的首发应该是主二船沈金斯 金二船十八号王岐 复工现在是镜头给到了八号袁新月 这是北京女排五号刘晓彤 八一女排在主攻线上 也是由刘晏海和一号王云露来搭档 北区女排这边的阵容呢 现在镜头给的是七号洛维 六号复工张宇 这是镜头给到了八一女排的主教练于绝敏 双方应该从首发阵容上来看 都派出了主力阵容 但是这场球呢 对于双方来说 八一队如果赢了之后呢 还有希望进入到四强 但是北京队呢 不管输赢 已经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四强当中 八一队也是在形成一攻平往攻的情况下 利用往常两边拉着在打 但是我们看这个球传得并不是很理想 虽然球很平速度很快 但是掉头了 所以王岐从整个处理上 发力点也不是很高 刘晓彤的这个大力跳发 又是直接得分 黄柳燕的这个衣传接的还是有些犹豫 正好打到了他的手上 正好打到了他的手上 对于八一队来说呢 在第二阶段的后两场球还是非常重要的 他必须在以3比0和3比1赢下对方的情况下呢 还要看四川和辽宁队打的情况 才能看他最终能不能进入到前四 所以对于他今天的这场球队北气 必须要3比0和3比1拿下才可以 所以我们看从开场来看呢 今天八一队一个是客场作战 打得还是有点紧 并没有北气队打得这么放松 从二传的组织上我觉得就是有点放不开 整个给攻守的球都是偏低 一传也不是很理想啊 又是一个推攻 现在八一队整个的从依次攻打的情况上来看 就是攻的成功率不是很好 那相反呢 我们看北京队利用拼发球抓篮房是非常轻松的 而且很清楚 一个是刘晓彤的连续的这种大力跳发 效果非常好 造成了八一队的遗传不到位 那么在形成了反击之后 我们看他一板攻的成功率很高 好的 还是最终凭借篮网 度过了这一轮 这一轮已经卡了很多分了 大家来跟我们一起 北七 北七 加油 加油 北七队也是在一次攻形成平往攻之后 我们看给洛维球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那洛维这名外员呢来自美国 他在美国整个在打的技战术球里面 相对来说 虽然球的战术球变化并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看速度也是很快 所以他比较适合打这种球 八一队也是全部主力出战 刚才镜头给到的是九号杨俊鲸 杨俊鲸背的是六号 今年呢对于八一队来说 整个在联赛前半段的状况不是很理想 因为前半段开赛之后的队员 主力队员受到伤病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他在第一阶段打的并不是很理想 但是第二阶段慢慢的在你像刘彦涵啊 杨俊鲸慢慢的恢复之后呢 还有沈静思慢慢的恢复的伤病以后 担当了主力位置之后 我们看第二阶段相对来说 成绩和整个情况 整个队伍打的情况是要比第一阶段要好的 草球 这是郑义心 北京女排也是在第二阶段的后半程 中半程吧把福建队的郑义心转会过来 这后宫才现了 北京队也是一直在复工位置上 因为乔廷的受伤之后呢 我们看很缺人 在第一阶段呢 也是开始的时候转会了八一青年队的小将高义 高义在打完第一阶段之后呢 要下到青年队 回到八一青年队要打全员会的预赛 所以呢 她们又转会了山东队的王婷婷 现在呢又转会了福建队的郑义心 好球啊 这球给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们看一字弓在形成两点弓的情况下 又是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郑义心和主弓啊 利用往常两边拉出去掩护之后呢 又给到了二三号位的这个后弓 那速度给的非常的好 高度给的也是非常的不错 直接穿插到了前弓里面 形成了虽然前排两点弓 但是形成了整个的三点弓 白队主要还是要靠强弓再打 我们看这几个得分点啊 都是在两个主弓身上 对这个自己发展胜鼓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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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益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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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轮到了刘晓彤的强发球轮 好的黄瑞燕这个遗传顶得非常好 漂亮啊 这是也是利用往常拉出了一对一的速度 巴队其实我们看它的高度和网口的实力确实很强 但是主打的两个人还是两个主攻 所以这两个主攻的下球的成功率 对巴一队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北七女白现在的一次攻是非常稳定的 不管是一传到位也好 还是形成调攻之后 我们看它一板攻的成功率很高 好的 巴队还是要在进攻这一环节上要想想办法 现在除了四号位能打出发力的球之外呢 二三号位的进攻应该说都发不上力 所以在攻防的转换上来说 二传一队一点上还要稳住之后呢 弹击出去的球要给一点点力量 这样攻守才会好打一些 你看它现在一传的到位率还真的是很好的 这个球是打成了 这个球配的还是非常不错 弱点非常好 正好在对方的前排和后排二传的结合步的位置上 发球的针对性还是很强 发前排的主攻 但是我们看有时候在你发球找人的情况下呢 往往容易你发球的性能容易减弱 所以呢在找人的情况下 如果还能把性能发出来 这种发球就是非常成功的 好的这个球陈欣彤的变化和掩护 我做的还是非常逼真 开队打的还是有点紧 我们看有一点点想赢 但是呢进入动作受限 没有北京队打的放松 所以我们看北京队几乎在几个环节当中 运用技术都非常的丝弱 就是刚才是北系女排的主教练 泰国教练加提鹏 卢 崔洔 崔洋 楠 emple 瑕 可 刘洋 几乎都是在四号位进攻得分 八队应该说 虽然复攻这一点上 两个复攻 杨清清和袁新月的进攻点也很强 但是我们要看二船怎么能够利用好 但是他整体来说 技战术的速度打得并不是很快 几乎还是凭借个人的能力 自求整个的保护的位置 压得都靠前一些 八队这样打下去就很困难 我们看一直还是放不开 那进攻点呢 也只有两个主攻这两点 那对于刘彦涵这一点来说呢 还不错 成功率还很高 失误很少 但是对王云露这一点呢 虽然有一定的攻 但是稳定性稍微差了一些 看头球又没有打死 好球啊 又是刘彦涵在三号位的后攻 刘彦涵进攻这一点 应该说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 八队其实我们看 虽然几个 几个位置上攻守的个人能力 单挑出来都不错 但是从打的整个情况上来看 还是刘彦涵状态好一点 地球又是感觉没有配上啊 但是还好 袁星月的这个处理 还是比较的果断 因为这轮比赛呢 是复赛的到手第二轮 实际上北京队现在已经是 没有机会进入到前四强 八一队理论上还有机会 对八一队是必须赢后两场 然后还得看四川和辽宁队的情况 但如果说这场比赛 八一队要输的话就彻底无望了 对 本赛季呢 这个全国女排联赛 确实争斗非常激烈 像北京队和上海队都是 引进了不错的外援 尤其是北京队这两名美国国手 从知名度实力上看还可以 但是呢 也并没有取得期待当中的效果 那么现在呢在这个第三阶段四强的名额当中 我们看到浙江天津和江苏 已经是吻获三个席位 还有一个席位呢 现在相对来讲呢 四川队辽宁队 机会比较大 那么我们看到上海和北京已经被淘汰 八一队理论上还有机会 但是前提是这场比赛先拿下 八一队主要这个赛季的最大问题呢 就是赛季的初期伤兵比较多 刘晓彤在四号位 八一队从开局到现在 一直是给我的感觉是没有缓过劲 一直是在保守的 很被动的在打 没有真正的放下 就是他肯定赛前队员教练 也都知道这个整个的赛程的情况 对 所以呢我觉得有点想赢怕输 你看这个动作 技术动作 整个的运用战术打的都不是很理想 对 相反北京队我觉得倒放得开了 从技术的运用上 然后到各个环节 很放松打的 所以效果非常好 北京队尽管已经被淘汰 但是呢 我们看到就是后面两轮球啊 他们反而会完全没有包袱 连续被拦两个 其实我觉得北京队今年真的是很可惜 刚才黄老师也说了 就是一个是北京队引进的外援 然后你看他引进的内援也还可以 对 上海队也一样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进步到前四 确实很可惜啊 一个是北京队总体感觉 因为有外援的队伍啊 对于我们联赛来说 他还是强调了一个这种 网口的攻 如果你的攻不突出的话 你其他的环节肯定是 不理想的 所以北京队呢 我们看这个整个的配合 应该说家庭谋教练到了北京队之后 他如果要用这个细的 就是他带队的这种细这种变化 这种来给北京队来形成这个打法的话 因为时间太短 所以作为排球的整个的这种磨合来说 需要时间的 所以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他的特点 是 那么刚才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替补席上 我们看到正义新 这个呢 也是二次转会 来到北京队 加强复工 刘晓彤 大力跳发 这又是发球的效果出来 直接一传过往 被打探头 这样的第一局比赛 北京队二手比十八 先把头筹 中央电视台 球迷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继续您直播的是 本赛季全国女排联赛的 第十七轮 这也是第二阶段 这个八强赛的倒数第二轮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呢 是由北京队对八一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目前的一个积分形式 那么从目前的积分来看呢 浙江江苏和天津 这三支队伍已经是 吻获第三阶段四强赛的名额 那么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呢 那么四川 辽宁和八一是三日队伍都有机会 上海和北京 在上一轮比赛败北之后呢 已经被淘汰出局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四川队赢六场 六胜六负十七分 辽宁队五胜七负十七分 八一队也是五胜七负 只有十三分的积分 也就是说八一队的局面呢 是最艰难的 不仅呢 自己在最后两轮比赛要获胜 而且还要看四川和辽宁的表现 如果说正常情况下呢 应该是四川和辽宁 有一支队伍会进入到四强 而四川呢 现在还多一个胜场 局面比较有利 四川队这个赛季呢 主要是引进了两名不错的外援 尤其是卢尔克 来自澳大利亚的这个接应 相当的厉害啊 目前是整个得风榜排在第一位 八一队呢 今年主要是在这个赛季的初期啊 伤兵比较多 影响了队伍的发挥 那么他们在这个第一阶段呢 就是分组赛当中啊 他们输球太多 那么带入到第二阶段的 这个有效分呢 很少 现在好不容易就是 八一队呢 这个阵容逐渐的齐备 但是呢 感觉上有点晚 那两名美国外援 就是美国国家队的国手 一个是主公 罗宾逊 罗宾逊呢 在美国国家队当中是一个保障型的主公 罗宾逊是美国女排的主力接应 开局一上来 我们看八一队还是啊 遗传的影响 各个环节都不是很理想 对八一队来说 还是要尽快的能放下包袱走出来 如果要这样打的话非常危险 是 哦 又是大力跳发 一传不好 这球无功 还是给接应 这个左撇子 左手接应 若维 从今年呢 就是我们全国女排联赛呢 目前的进程来看 确实展现了我们中国女排呢 的确是世界顶级的水平 因为 在前四强当中 浙江和江苏都是强滑班 那么如果说辽宁 能再杀进去的话 那等于说有三只强滑班了 那么现在看这个辽宁跟四川的结主 对 所以前期我们比较看好的 北戏啊 上海啊 然后天津啊 其实我们在联赛的初期 对于浙江队还真没有 抱太大的希望啊 因为去年浙江队打的变速 是很理想 对 然后今年联赛也比较低调 没想到 从整个打的过程当中啊 非常不错 其实对于一支队伍来说 也是一样 它就是如果你在总 赢球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越打越有信心 越打越抱团 因为你在经过困难的时候 然后经过团队的 团结的努力之后呢 然后赢取了比赛 它就是队伍的整个的气势是非常好的 是 你如果总输球的话 就越输毛病越多 越输问题越多 对 因为尤其是像这种 连续作战的 这种联赛啊 因为它整个赛程拉得还比较长 今年的联赛赛程很长 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呢 十二支队伍两个小组 那么这两个小组呢 主客场 每个小组每支队伍打十轮 十轮过后呢 是前四名进入到第二阶段 现在大家看到八强赛 那么八强赛呢 第一阶段相遇的 同组的对手之间 不在比赛 把这个有效分呢 带入第二阶段 这个遗传 那么第二阶段呢 就是说 这个八强赛 主要是没有相遇过的 两组之间的前四名 打一个主客场的八轮 刘彦寒 刘彦寒也是曾经入想过 国家集军队 我们看第二局 八一队也是在 今天位置上 做了一个调整啊 由力尧 力尧也是从 广东队转会过来的 对力尧 换下了王琪 前排的有效狼王 这一段啊 我们看到八一队 一传的质量不好 对 对方也是很明确啊 发前排的主攻 刘彦寒 所以刘彦寒呢 必须要心定下来 把一传先接好之后 再攻 但这一段时间 北京队利用拼发球 然后再扰乱 刘彦寒这一点 是非常成功的 一传不理想 然后到了攻之后 你看他打得也很着急 自食也很多 所以就是比赛也是这样 斗智斗勇 你在对抗的整个过程当中 一个是要攻对方的这种重点人 尤其是进攻重点人 现在基本上进攻的重点人 都是在三个定点强攻上 尤其是主攻 他有接发球的这个范围在里面 所以你要从发球环境上来破坏 他的整个节奏 现在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就八一队你看 他这两个主攻手 王云露和刘彦寒 这个一传都不过关 都是软肋 这两个主攻应该说身高攻击力都不错 但是就是接发球差一些 所以北京队发球效果非常好 其实八一队他本身就是一个 粗线条的队伍 你看他队员的身高条件都非常不错 力量 弹跳 在全国的这些女排队伍当中 个人的条件就单崩打出来都是很好的 对 但不够细腻 对 其实队伍确实很粗 但是为什么八一队有一段时间 他一直是虽然队伍粗糙 但是他能拿到前三的好成绩 就是他有特点 他突出了展现了这种网口的这种实力 蓝 然后发和进攻 是 但是现在为什么说八一队呢 打起来呢有点就给人的印象 比以前更艰难 主要原因就是其他队伍啊 攻击力不够的话 我可以引进而圆 我可以来弥补一下 这样的话就是本身啊 这个八一队之前的这个长相呢 就不是那么突出了 对 再一个我觉得八一队他自己也是有一定的问题 就是你看他也是像黄老师前面讲的 他受到第一阶段的主力队员的伤病影响是很很重的 你像刘彦涵如果在八一队不主打的话 他这个八一队整体的在攻这个方面的水平是下降一大块的 对 所以他还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之后呢 他整个的阵容上是不整齐的 那在不整齐的情况下 我们看他整个在攻三大得分手段上 应该说是绝对是受到了限制 他主动拿分能力不强 你如果要靠这种小球 靠这种来回球 他肯定不占优势 八一队呢也是我们中国女子排谈的传统境务 应该说多年以来呢水平保持得非常稳定 在不同的年代呢都出现过很好的人才 应该说为我们中国女排国家队也输送了不少球员 像包括现在的袁新月 也是旅游奥运会的冠军成员 我们另外看到这个沈静思 这个杨俊晶 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中国著名的国手 好球防得不错 漂亮啊 这个球应该说沈静思传得不错 你看只要球传好了 应该说八一队攻守 尤其是两个主攻进攻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看这两个主攻王云露也好刘彦航也好 身高和力量都很好 轻调 打得非常的聪明 还是罗宾逊 推后排 很清楚 罗宾逊呢因为他在美国女排当中呢 相对来说啊 他是身高要矮一些 强攻实力呢并不突出 所以他是保障型的主攻 那么作为保障型的主攻呢 确实呢在处理一些机会球方面呢 他还是有特点的 另外他的一船防守都不错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女排当中呢 拉尔森跟这个希尔 这两个应该是主打 其实我们看了一下 美国队的主要的队员 他转会到各个国家打联赛 你像拉尔森希尔和这个洛维啊 罗宾逊啊 他们其实都是 不是那种个人突破能力很强的 对 对吧 都是体系内的 我觉得是靠战术来打的队员 没错 你看拉尔森现在在那个 伊萨西巴西队 他也主要是一个保障的环节 对 但是呢 他的这一点呢 确实也不能少 对于伊萨西巴西队来说 虽然他在攻这个环节上 并不是很强眼 但是他在保障这个环节上 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呢也不能换下去他 其实我们看啊 就是说 往往啊 这个个人能力特别突出的球员呢 他并不会出现在 像巴西 美国 意大利 这样的一线强队 因为这些一线全队 主要的特点是在于 全面靠整体打球 没有短板 往往呢 就是在那种知名度 并不是特别大 可能呢 是一流 一流末或者二线队伍当中 你比如说现在像四川队外援 这个洛尔克 哎呦 这节目太厉害了 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接应 完全是男性化的打法 包括现在我们南排联赛当中 这个得分王 是来自古巴的拉纳多 一场球拿49分 他能有这种实力 就靠他打 对 就一个人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对 这个拉纳多呢 还没有入圈过古巴国家队 他在韩国联赛 拿过50多分 这是目前世界纪录 就是一场拿50多分 所以你像转会 这个美国的队员 我觉得对于二船来说 对于整个队伍的 技战术的配合来说 其实是很关键 对 你怎么能把这个战术 融入到他的 就是能融入到的 这个体系里面之后呢 能把他们的这种 优势能发挥出来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的确如此 所以北京队我们看 今年用的不是很理想 就是北京队的队员 感觉上有点好看 不实用 除了刘晓彤 整个在联赛打的情况 相对来说好一些之后呢 其他队员都没有说太抢眼 因为这点 正如刚才李永说的一样 像美国的这些国手啊 他还是属于体系内的高手 所以他一定需要 全队的默契配合 对二船的要求很高 对 你比如说在北京队 按说北京队的实力是不弱的 这两个外员也有能力 另外我们再看 加盟河南队的这个穆飞 是吧 穆飞也是很有名的 美国国家队的接应 还有包括这另外一个梅根 但是呢 他们在河南队当中呢 也并没有完全展现 个人的实力 因为排球 它还是一个讲究 全队配合 各个环节要环环相扣 这段时间 其实对于巴一队来说 其实他是在一直追 但是在追的过程当中呢 北京队也一直在给他机会 所以在相持的时候 还是要靠自己 能顶过这一关 就是看北京队在给你机会的情况下 你能不能抓住 嗯 这一传没有接好 还是一传不理想 今天我们看在第二局上来 一个是一传直接多分 再一个一传的无功的球也比较多 你看罗宾逊呢 他比较擅长打四号位平拉开 就是到位球啊 他的平拉开 下手速度还是很快的 对 他不是那种强攻手啊 但是到位球打的还是可以 你只要调攻让他打呢 他要下球也不容易 他要下球也不容易 我觉得这个资料是很快的 然后资料是很快的 这个资料是很快的 我们体育赛事频道向全国直播 大家可以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这个八语女排 八语女排因为我曾经跟这部年轻队员 有过一些交流 他们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 这个比赛的时候呢 这个妆都化得很好 你看刘彦涵 风格变了 应该说是风格变了 以前我们在队的时候是不允许化妆 不允许是吗 对 是不允许化妆 因为我们是军人嘛 所以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 现在这批队员应该说风格变 风格变了 其实这也是好事 这个爱美之心嘛 八语队还是因为整体形象也不错 而且他们不光是这个赛季 就是已经是连续几个赛季都这样 你看几乎每个队员都很注意 其实大家的观点不一样 我是觉得运动员的美 是体现在你的这个打球的这种实力上 我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也有的人 人家会认为化妆 也展现自己的美 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观点不一样 是 最关键的我觉得 作为运动员来讲 你的美它是体现在 你的这个赛场上的这种 这种最后能取得胜利 这种技术的体现 没错 这是根本 对 第二局比赛现在还是比较胶着 16比15 其实对于八语队来说 还是要自己抓紧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这一段时间也是北京队在一直给机会 在一直领先 但是北京队我们看 它一直是在给八语队机会的 所以八语队还是要靠自己能抓住这个机会 四号位王云露 王云露也是国庆的成员 确实八语队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 就是这波队员的这个90后 他们身高条件的确是不错的 王云露是达到1米92 刘远寒是1米88 王云露还要更年轻一些 王云露是96年 刘远寒是93年 这局对八语队来说非常关键 如果他0比2落后的情况下 他就算赢了这场球 他对最后进步到四强也没有机会了 他必须是3比0和3比1赢下后两场之后 还要看别人的打的情况 才能最终能决定进不进步到四强 没错 所以我们说了就是八语队现在也是理论上有机会 很难 不容易 因为这轮当中四川队是客场对上海 上海也已经是被淘汰了 四川队应该说他们的获胜欲望会更强烈一点 还是攻不下去 我们看八语队在连续攻的情况下 队员最后下手这一下 除了两个主攻我们看在好球的情况下下手还比较凶狠的 但是在其他整个几个点上 进攻下手都太匀速了 就抽打这一下和手腕最后这一下速度必须要加速才可以 这一传不错 漂亮 这个配合好 他就有打了一个快球回首线 拉三球 对 拉三 圆星运的特点还是前面球为主 他相对来说后面的球被快被飞球跑的节奏上并不是很理想 但是他前面还是有他的优势的 圆星运主要的优势在于篮网和前快 杨俊金打二号位的背后球比较好 但杨俊金在伤病之后还是影响了状态 对 杨俊金的伤也是比较重 这个十字韧带就是撕裂了之后做了手术 所以对于排球运动员来讲 不光是排球运动员 就是篮球运动员也一样 十字韧带如果坏了的话 做完手术之后是很难恢复到一个很高峰点 对 杨俊金在巅峰时期给人的一下就叫暴力复工 他的这个小臂的回避速率是非常快的 所以在这个背快球方面 给对手有很大的震慑力 一般情况下是很难难防 他下手快 平均还是发刘彦寒 就是一个反击我们看一下 好的 这球转移得还不错 这球拦住了 洛维也不适合打这种困难球 就是他在困难球的这种处理上 从经验上来讲 手法上来说也是欠缺的 洛维这名队员也是我们看 从在美国国家队的表现 到来到北京队的整个表现 也是中规中矩吧 对 打好球型 二船传得非常好的这种球 能打出漂亮的球 表现不算特别出彩 就中规中矩 不过其实也可以理解 他本来年龄也不大 然后打球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当然因为条件好 我们看美国队也是拉着他在打 洛维是23岁 有这一船接的 洛维今天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在乱中 在整个的捧救过程当中 不管是遗传也好 还是进入到防犯当中也好 没有自己的节奏 洛维这个打了一直线 黄柳燕也是边长莫及 这个球速还比较快 现在到了第二局的关键分了 洛维对马上要暂停 这个时候落后两分 对他们来说又比较被动 非常非常被动 还是要耐心先把遗传接好 这是关键 没有遗传光想着攻 肯定你不会有很舒服的攻在打 对 对方在发你的情况下 先把遗传电高 八一队现在是落户深圳 所以这个赛季 因为深圳市政府非常地重视 据说在深圳还专门为八一女排 要建一个训练基地 正在建一个训练基地 所以这个赛季也叫八一深圳队 深圳现在在大球方面 除了八一女排之外 还有CBA的南篮 就是以前的东莞马可波罗 那么现在到了深圳 也成为深圳队 所以他们实际上现在的条件是不错的 刘晓彤大力突发 遗传半道位 刘晓彤的三号位半高球打得好 相对来说复工打的这种三号位半高球的这种个人的突破能力 现在其实大家观众朋友们可以来看 国内很少有这种复工能打出这种高质量的半高球来 因为复工 这要求身体素质好 对 没错 身体素质好 然后手法也很关键 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国的阿基拉德沃 可以看一看巴西的法比亚纳 这样的身体素质 它打这种半高球是没有问题的 阿基拉德沃实际上它是有主攻的这种身体素质 巴西队发球太菜了 一个是对方在攻你的发球 你反观不想着攻对方 所以你看今天北京队一次攻 一船到位非常非常的好 打的这种速度和变化很多 所以对巴西队来说 在篮房上造成非常大的困难 曾春蕾这个把头发披下来 看上去还不是很习惯 剪头发了 剪头发是吧 换了发型 保持这个篮房 这个篮房很及时 这个篮房使得巴西队有所转机 北京要暂停了 你看一下这时候 其实对巴西队来说两点在前排 这个赛季我们看到北京队 现在曾春蕾由于若维加盟 所以曾春蕾现在打替补 去南 至少 看下接下来的发球质量 刘晏涵 飘飘 还是遗传到位 漂亮 遗传到位 球发的还是攻击力不够 一个是攻的不明确 再一个我们看在找人找点的情况下 性能非常减弱了 所以北京队的遗传的到位率非常非常高 一个是平网 再一个形成平网之后 它的整个的幅度遗传的上的都很好 八一队当中相比较而言 实际上王云露的发球 包括袁旭越的发球还可以 在这个整个目前的发球榜上 王云露是排第二位 袁旭越是排第五 就平均每一局呢 就每两局他有一个发球得分 好的看一下这个一攻 还是给杨俊晶 北京队机会 漂亮 张川磊 张川磊拿下了这个 第二局的最后一分 25比22 北京队再下一场 张川磊捡了一个短放 好的球迷朋友 现在我们俊兄林带来的是 本赛季全国女排联赛的第17轮 也是第二阶段副赛的这个倒数第二轮 那么这场比赛呢 是由北京队在主场对阵八一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目前的一个积分形式 目前的积分形式呢 就是说浙江江苏和天津这三个队伍呢 是前三名已经是稳进第三阶段的四强赛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名额呢 是四川辽宁八一三支队伍之间展开争夺 但是八一队呢 确实局面是最困难的 现在已经0比2落后了 就是这个球很难 那么根据赛程呢 这轮当中 辽宁队是客场队浙江 那么四川队客场队上海 黄一路 黄一路的发球不错 八队在前两局应该说打的还是偏保守一些 然后他如果要打出来的话 他的花和宫还有莱 三大得分手冠还是有一定实力 但是我们看在发电这个环节上 两局球他都没有发出来 那反观呢 被北京队给发的制住了 他的遗传反观乱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0比2落后了 就是想反败为胜的话 花这个环节上必须要获得出去 再一个就是在其他环节的技术运用上也是一样 必须要果断才可以 真正的放下 今天总体来说八队打的还是偏于保守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异传确实不太理想 今天这场比赛呢 整体来看就是前两局啊 八一队的揭发球还是差一些 对 再一个我觉得从准备 准备工作上来说 做的也不够细腻 你看他在打北京队的同时 他在攻对方 蓝对方 做的都不是很到位 大家针对性和明确性并不是很强 相反我们看北京队应该说做的还可以 尤其在发这个环节上 一直是在攻重点人 你别管他发的效果怎么样 但是呢 他攻到这一点上还是很成功的 几乎是给刘彦涵在第二局 发的有点半崩溃的状态 对 现在是复工张宇发球 张宇是21岁 身高1米96 北京队自由人王林 这是一个老将 跑球 再给四号位 速度拉得非常快 你看这打掉一结合 节奏上一变化 把整个的防守阵型和防守的跟位 根本就跟不上 在动中在变 所以在第一板的防守之后 进入到第二板的防吊的能力 都很弱的 投攻 能说出一个下压啊 吻的很有点 下压 在刘彦涵里的rolls 被派的腿 态幅 杨俊晶处理的还不错 黄远路打了一个小斜线 转换很快 但这球红索西打成了界外 8A队实际上在过去的两轮比赛当中 连续发力 主场3比2战胜北京 主场3比2战胜江苏 北京队提出应验挑战 看这个球是否接内 主场3比2战胜江苏 过这球 今天对于8A队来说 主场4这一点传的不是很理想 我们看好不容易一传到位了 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能组织快速的情况下 球传的质量都不高 所以复工这边根本就打不开 相反的你还不如转移到4号位 然后4号位两个主攻还能下球 所以一传4对冲 这一传今天太离谱了 变了 对一传确实 水平太差了 界外球很糟糕 这方面还是要勤学苦练 因为现在这两个主攻 这一传都不好 你仅仅靠黄柳燕一个人是不够的 8A队好在一点 接二传这一点能接一传 是 就是他把前排的主攻这一点 给 就是给包掉了 是 立遥 那么用立遥的 现在是王启英回来了 加油 就这样一传也是 因为如果你主要接遗传的人 在主要的位置的情况下 你还在主电 所以孩子个人的功夫 要到家才行 王启英因为他以前也打过主攻 所以他是可以揭发球的 你看这个防守阵型 整个是乱的 六号位的人的站位 偏于五号位的人靠前 所以五号位这个人 想补也没法补 所以整个的防守阵型 配合上来说是不对的 六号位的人必须要包在 五号位和一号位的人 这个后面才可以 那你这样如果要是 在突救的过程当中 它也有个交叉 这个球是 北京队复工张宇碰的指尖 这防守还不错 好球 给两个主攻打 这两个主攻打 沈宁斯球传还可以 这两个主攻现在下球率也不错 这两个主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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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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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队友其实整个在 今天整个在打的这种攻防 转换的速度上来说是非常非常慢的 我们看在对抗现场来说也不是很强的 所以很多打的并不是很好看 对 因为今天我们看这场比赛 双方呢 给人的印象呢 就是首先在遗传的波动上都比较大 另外呢 这个配合也不是很细腻 经常出现一些低级失误 对于这个外援的教练来说 这个翻译 能不能翻译的很准确 很到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能不能把教练的指导思想 很好的贯彻给队员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但我相信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俱乐部们在这 既然外教都请了 那肯定请个好翻译 没有问题 这球传得不错 应该说二传只要把球传好 他还对攻守的个人突破能力 都还可以的 轻掉得手 刘晓彤现在的进攻手段 比以前是丰富不少 然后也很有经验 我们看北京队在打关键场次的时候 还真是关键球都指着刘晓彤 对 他确实是一个技术核心 现在在北京队 没错 我们都说就看了半天 北京队现在就是队员好看不好用 然后看了半天之后 就是刘晓彤一个实用 刘晓彤毕竟在北京队征战多年 这个应该是提成应援挑战吧 北京队认为应该是戒内 看一下这个发球是不是戒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接的问题很大 看下后三 这球还有 不错啊 防的还可以 很顽强 罗比逊 防守可以 好球不无意 应该说双方就在这个多板中 这种帮你打的都还不错 对 八一队还是 顽强拼搏 刚才这个非常被动的局面之下 他们立拼防守 把握了机会 北京队呢 二号位四号位 像洛维和罗宾逊 刚才都没有下球 陈金彤的这几个四号位球啊 就是右手发力太多了啊 所以都偏开网 对于二船来说呢 一个是战术的组织 其次就是你船球的稳定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能一会扎一会开啊 然后对于攻守来讲很难啊 有一个稳定的节奏 嗯 进攻失误 而北京队追平比分了 感觉怎么北京队 就是说八一队啊 感觉这场球 怎么斗志不是很高啊 没错啊 就是一个是 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打对方的针对性和明确性 根本就不到位 就像准备上不充分一样 按说你这个北京队已经被淘汰了 八一队还有机会啊 对 虽然这个机会不是那么大 但毕竟 还有两轮球啊 一切皆有可能啊 你还是要先赢球再说 但是感觉这场球 怎么八一队这个拼搏的欲望 不是很强 嗯 斗志还是差一点 嗯 可能又要挑战 北京队认为应该是 碰到狼王手了 这个球有点悬 看这次挑战怎么样 因为球比较开往 嗯 球比较开往 对 所以你这个打手的嫌疑并不是很大 看有没有打手 对 不说了 我会不带来 我会不带来 你这次挑战 那里要在这个英雄 我会不会把这个英雄 你 我会不会把这个英雄 想起来 我会不会把这个英雄 人 甚至是 都会不会把英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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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说过 罗宾逊并不是一个很出色的强动手 哎呦 内球翻一对 还得注意力不集中 这就是一个突变的节奏上的变化 其实有时候你如果做好的话 效果非常好 因为就像我们说的 不走正路了 就是你突然间不在一个轨道上走 所以大家整个都是按着这123的这个节奏 你突然间一变化 它容易地覆助球 是 8号刘涛小鱼 8号刚才是赵水寒 北京队赵水寒 北京队是两点换三点 北京队是两点换三点 北京队是两点 16比13 刘润涵 这段时间呢 是北京队是替补二传赵水寒 还有接应张崔磊在场上 这段时间也是两点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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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Ken 这也轮到两点换三点 应该是失败 对 两点换三点不成功 确实赵水函和陈兴同相比较 在能力上还是有差距 陈兴同也是来自天津的二船 陈兴同当年是和朱婷同效力于国清队 国清队球员 然后在应该是2013年 拿到这个世界青年赛的冠军 事情在那一届应该是在捷克 13年的6月份 小斜线 这局八一队大有希望 袁伟玉 95年初上21岁 升高1米83的主攻 看这个发球 北京队我们看在2比0五线的情况下 放松了 打得也并不是很严谨 很紧凑 确实给了八一队机会 现在其实对于八强的这些队伍来说 你在打的过程当中都没有资本说 哎呀球还没有打完 然后我就有这种松懈的状态 因为大家整个实力都差不多 所以你一旦松懈 对方就容易反哭 其实我们看就是第二阶段的这个八强赛 从这个积分排名 还有从整个表现而言 确实没有哪个队有绝对的优势 对 你比如说你 北京跟上海 现在一个排第七 是吧 这个是北京排第八 上海排第七 但是这两个队呢 在面对强队的时候 也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只不过呢 他们的这个稳定性上有一些差距 其实北京队在第二阶段 打了很可惜的一场球 就是他在2比0领先吧 还是领先天津队的时候 在主场 2比3输掉那场球 没错 那场球真的是很有希望能赢下来 是 但是确实也看出来了 就是你在打强队的时候 打到关键分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该去赢 对 这是强若差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点 没错 应该是12月31号第14轮 他们主场队天津当时是2比1里 形势非常好 对 你整个在场上打了整个状态 感觉也很好 对 那就是打到第5期之后 打到关键分之后 要这个时候 他就没有像精灵队这种 我在难的时候 去怎么去赢你的这种 从打的章法上来说也好 心态上来也好 心态上说来也好 就是各个方面 都是跟强队是差一截的 是 所以这种东西也是很微妙的 就像我们说 你冠亚军 你冠军和亚军 就其实就差一步 但往往就这一步 是很难踏上去的 因为那场球啊 就北京队2比3输 对他们士气打击非常大 请调得手 刘晓彤 北京队确实到了这个 第二阶段呢 这个复赛啊 他们第一轮打得很好 就客场战胜辽宁 接着呢是客场的0比3输给了天津 那么到了这个复赛的第三轮呢 他又输给辽宁 就是他对辽宁是输了两个1比3 看北京队这段时间稍微紧凑一点啊 发球带篮房 他又打出来一个小高潮 所以对于北京队来说 今天这场球啊 巴海队我觉得他整个来说 虽然在第三局领先 但他整个还是没有从这种低迷的状态当中走出来 还是要看北西斯基怎么能够打好 他要打好的情况下 他赢8队还是没有问题的 连续得分 这巴一队大好局面 瞬间优势化为乌有 他于日导要暂停 北京队确实到了第二阶段八强赛呢 整体的发挥不太理想 也就是说八强赛当中前面的六场 他只是在第一场客场赢了两位 后面全部输掉 对八队来说 对他上一场赢江苏也挺关键 对 江苏势头很猛 然后打得也不错 八队队如果今天这个状态 我觉得打江苏肯定也没戏 是 但是这个起伏也太大了 对 我们一直在说就是一支成熟的队伍 还应该是尽量的稳定 少波动 这又有机会了 看这球 刘晓彤 漂亮 追平 本来一路看到了这个 在林比亚落后的不利局面下绝地反击 本来看到了希望八一队啊 这样的话难说了 还是起伏太大 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如果说单论某一场球 这个进入到八强的队伍啊 实际上呢 胜负啊 还都是有些悬念 如果你发挥好了 状态好 你像八一队可以战胜江苏 但是我们要说 真正的排名靠前的强队呢 就是夺冠的热门啊 一定是比较稳定的 就是他的波动要小一些 二十平 八一队现在也是两点换三点 看一下换上来之后 能不能扭转一下局面 又是起球了 刘晓彤再攻 刘晓彤现在的这个下球率很高啊 非常有把握 八一队啊 他也知道刘晓彤是北京队的主要进攻人 他拦不住啊 对 篮防上没有办法 你说这 这就不能就是 不能怪别人了啊 就是自己了 因为你相对来说 你在篮网上是有能力的 你篮刘晓彤 不可能就是 个个都让他打得这么好 弄得漂亮 北京队这段时间 防守有如神助 落围 刘晓彤现在在后排啊 刘晓彤的整个后排的 跑上环节都不错 北京队刚才一度落后五六分呢 七分 七分是吧 对对对 最多是七分 反超两分 哎呦 这一传接的 像不是垫在手上一样啊 都不会主动发力 这球八一队大势已去 八一队 八一队今天这个球打了 既没有斗志又没有技术 真的是什么 要什么没有什么 我们看余晓彤也显得很无奈 一筹莫展 确实金星涣散 感觉八一队已经无心恋战了 你这个精气神没有 这个球没法打 这局 领先七分的大优局面 按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打成这样也确实是不太应该 就是不能怪别人 就还是怪自己 就是人家给你机会 你都抓不住 刘晓彤确实太厉害 绝对是定海神针 不愧是北京队的老大 现在技术核心 最值得信赖 几乎是百发百中 给他的球都能下球 现在北京队拿到赛点了 晓晓彤的发球跳飘 四号位 篮回 连续给王云路 现在攻得很艰难 后三 北京队看这次机会 落围 这样的话最终是25比21 北京队直落三局 3比0 轻取 八一升阵队